謝謝我們地方校長、超校長 謝謝我們彭副院長還有我們何處長 謝謝我們中央金管會的各級長官 還有謝謝我們各立法院各級的民意代表的助理 還有我們幾位議員都在現場 還有我們市府的同仁還有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高雄智慧科技創新園區 這個叫制高點正式成立 非常開心 剛進來我們服務局長就告訴我 已經有20家進駐 我就問了這個激發局 那這些年輕人怎麼樣? 市區都非常的高 大概會帶動多少創業機會 大概有100多個創業機會 未來預計總共大概會收101家 那前不久我們也到了不同的城市看他們對年輕人創業 他們的用心跟努力 我們深深感覺到高雄也一定要奮起之追 甚至超越 這個年輕人的創業 可以說是整個社會跟國家未來的希望之所在 所以這次特別要感謝經濟部長和企業處金管會跟工業院對我們的協助 那未來我們整個高雄這個科技創業的園區 我想隨著今天的開幕之後一定會各方面都來注意 但是咧 人是英雄錢是膽 很多年輕人有的理想 有的創意 甚至有活潑的思維 沒錢 他動不了 所以這裡咧 我們特別今天侯任的我們青年局的林局長也在 為什麼這37歲的林局長請他來 就是他多年來都是在各地跑這些企業家 他要結合這些資源投射在我們高雄未來青年創業這塊林域裡面 所以今天不管怎麼樣 我們call in 制高點成立 也就代表各地的青年朋友來高雄創業有一個自己的園區 有一個自己的窩 有一個自己的基地 那市政府這邊咧 特別特別重視青年創業 也要拜託我們兩位大學校長還有其他的人 相關的一些教育的單位 能夠盡可能把學術界 甚至一些研究的成果 也可以跟我們這些青年朋友來結合 我想這個未來一定是可以發光發熱 那也要再次感謝金管會 也願意在我們這裡示範所謂金融創新的這塊業務 也是非常感謝 那我覺得未來的挑戰 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後 沒有一個人現在可以告訴下一代年輕朋友 你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世界變化太快 唯一可以告訴下一代的青年朋友就是 你會面臨一個越來越艱苦的挑戰 這一點是不會變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今天扣印製包點成立 成立等於畫下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里程碑 一個啟動 也就代表我們市政府對高雄青年的創業是積極的 是歡迎的 而且是願意協助的 再次感謝金發局的副局長跟所有的同仁 為這些所有工作努力所付出的一切 也要謝謝各位中央主席的長官 還有各級民意代表對我們的督促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非常感謝大家 讓我們一起迎接勝利與成功 謝謝 各位前場說謝謝國瑜副長 謝謝